蜡菊花,韩国这款饺子皮馅,都是辣椒还要蘸辣酱吃,最近发现油管上有一款很火的韩国辣饺子,饺子皮,是掺和了辣椒粉来揉面的,馅料中有辣椒末,辣椒等,有最后吃的时候还要蘸辣酱,听起来都有些火辣辣的赶饺,但却有很多网友纷纷试读,作为广东妹只想想都觉得辣实在太疯狂了,你也要挑战一下吗? 疯狂辣饺子来源烘焙圈,材料饺子皮中筋面粉300克,辣椒粉2汤匙,盐1茶匙,食用油1汤匙,水150毫升,180毫升,馅料猪肉末800克,豆腐末一块,韩式冬粉适量,葱末一根,韭菜末适量,辣椒末适量,切碎的泡菜适量,蒜蓉2汤匙,酱油2汤匙,烹饪用酒2汤匙, 辣椒粉3汤匙,胡椒适量,芝麻油2汤匙做法,一将做饺子皮的粉状材料依次混合,搅拌均匀,二加入水搅拌,成团放入冰箱冷藏20分钟 从3开始制作馅料,将猪肉末,豆腐末,韩式冬粉,葱末,韭菜末,辣椒末,切碎的泡茶搅拌均匀,四再加入蒜蓉,酱油,烹饪用酒,辣椒粉,胡椒,芝麻油 搅拌均匀,五在操作台上撒一些面粉,将面团压扁擀匀,用模具压出饺子皮六包入饺子馅,包好放入皮前垫了油脂的蒸锅西,蒸20到25分钟,制熟即可吧 大家可以蘸酱吃,真的还要蘸辣酱吃吗 九爷,可以和熟土豆片一起吃,解解辣吧,看完之后瑟瑟发抖,菊花一锦吗 不知道广大湖南,四川江西的青们,会喜欢吃这样的辣饺子吗